无火的包仔饭 它是先把石锅加热到300多度 再加入白米 煮到半熟 放进粥还有辣味等等 用石锅的余温 10分钟左右 就能够煮出风味独特的包仔饭 而且一锅只要90元台币 以上是来自深圳的报道 自选食材有肉有辣味 还有咸鱼的包仔饭 在深圳只要90元台币 是当地城中村的廉价美食 除了便宜之外 独特的无火烹煮也吸引了注意 所谓无火 其实是先把石锅蒙火加热到摄氏300多度 然后才加入白米及热水 米在高温下瞬间沸腾 再加入肉及辣味等食材 全程不用明火加热 10分钟左右就能煮好 放葱在上面是什么意思 一葱锅等会是什么 上桌前加葱花 醬油等 再把饭包盖起来 让美味再生花才吃 虽然煮饭过程无火 但石锅保温长达半小时 所以比平常的包仔饭 有交商更平均的锅巴 如果你喜欢吃那种锅巴比较多的 就是上了之后别着急 多焖一会儿 锅巴会越来越多 无火煮食 还有这个90元的丝瓜蛋花汤 高温的石锅加入干杯 丝瓜及鸡蛋等 也是几分钟就冷上菜 老板来自香港 他把港澳都流行的包仔饭 改以石锅无火烹煮 在深圳一脉就过了30年 以上是住香港记者黎静